目标的话还是首先是几个比赛的胜利 然后呢也是通过这两场比赛 然后检验我们这种是前两周的训练成果 然后第一次跟这个心理表来合作 这一次有很多第一次入选拨大队的时候 那对于我们来说其实这么多的是一个 有一个烧气风波的状态了 然后其实每一人都每一人特点 疫情的原因我们很久我们就在赛场打比赛了 然后这次赛场比赛希望我们能在赛场给观众们 展现一个好的状态 咱们亲的主教练你怎么形容他的执教分别呢 点击的国陆就这样嘛 然后要求细节非常的 几乎完美吧 因为我们之前可能 长期间的这种 训练打下的一些基础 可能在国际的玩具区域上 可能不太适用 所以他来之后教我们一些这种细节方面的改变 就是我们最常需要的 我这种状态的训练我觉得还不错吧 因为之前也是一直在保持这种身体的训练 欧洲教练正判动于团队吧 然后每一个人的这种状态啊 没人这种默契程度是一个 他要求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 对于我们整个球队来说 这两个比较是一个检验的嘛 检验这个 这半个月我们 跟罗练即使合作的这种默契程度 快来订阅通知 按旁边小铃铛 给我们点赞和分享哦 如果有什么想说的 也欢迎在下面多多留言